在扎士伦布市举行第十一市 班禅尔德尼座床典礼 在扎士伦布市举行 在扎士伦布市举行 扎士伦布市举行 是第十一市班禅尔德尼雀基杰布十九周岁的生日 按照我们传统的算法 大师已经步入了二十岁的年龄 非常有幸的 我得以采访到了这位我们眼瞅着长大的班禅大师 见到大师的第一印象 就是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乖巧的惹人喜爱的转世灵童 而切切实实成长为一位年轻有为的宗教领袖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 大师的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 而且镜片还当真不薄 由此可以想见他平日里学习的用功程度 也难怪在藏传佛教中 班禅的意思就是大博学者 自然就要具备十分渊博的学识 那么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 浓重召开的今天 就让我带您一起 聆听这位年轻的大学者的智慧开示 班禅大师您好 我首先代表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畅乐先生 以及我们凤凰的全体同仁 向班禅大师祝贺法体安看扎西德勒 班禅大师应该是上个月刚刚满了19岁的生日 是吧 我记得就是在1995年的12月8日 那时大师被金平策遣 然后被法断为这个时事班禅的转世灵童 然后坐床 那么现在大师转眼已经有坐床14年了 是吧 14年以前5岁的时候 您坐床的那一幕 现在您还记得吗 那一幕情景通过电视 全世界的人都接收到了 然后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聪慧的一个小男孩 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心中充满欢喜 您当时尽管年纪很小 但是有没有感觉到突然好像有很重的责任压到自己的身上呢 没有一点都没感觉到突然 好 我现在已经连接到现在的东西 只会自己的面向 接一下 现在已经连接到 現在我们全部都能连接到 很高兴 金平策策 现在开始 民签 书写正确 封闭 完毕 鸡肉饼乎饼 继续做出饼 养肅石匙副饼毫了 鸡肉饼饼 取煮 第五条饼 削挠 然后壮里面 饼 太久了 太久了 先生老婆唱歌 当年不到六岁的肩载入步出现在人们眼前时 面对众多陌生的面孔 竟不哭也不闹 显得聪颖而温和 当时的很多人都对这个准世灵童赞赏有加 认为他的中签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果 在藏传佛教中 活佛就是化身在人世间的佛 他的化身按照人间的生老病死不断更替 此生的肉身缘继后 他的灵魂便再次投胎至人间 这就是活佛转世 其中班禅达赖这样的大活佛 由于曾经掌管着西藏的政教大权 确定他们的转世灵童 很早就有了一套极其复杂而神秘的程序 现在引用的金平撤迁仪式 也是早在清朝由乾隆皇帝正式设立 他批识在清朝由乾隆皇帝正式设立 他批识变成会 在明天中的生命中 他批识他在清朝由乾隆皇帝正式设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北部合在武道,的攻募都处理了 而在特别人生的医院中, 这次是在进入防洛山的医院。 这里没有人才感到, 所以这次我们准备了他们的 Proto. 在这次,我们准备了那种医院, 我们准备了的国家的医院, 因为我们所管的医院, 我们准备了不兴 难关掉, initiate沒關係??? ET 最後 那些も 就是 後綻 另外 hospitality 珍貴 flor 但有些人是老师的 我们都在学校 从来到了 孩子们认为父亲 因为你比中国大学 很长的说话 之前在学校园里面中 在学校园里面的同一生 我会认为太长了 当时在学校园里面中 在藏传佛教的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很多宗派 从公元15世纪开始 由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兴起 是各大教派中最后兴起的一个 格鲁派也称皇教 格鲁的意思在藏语中是善律 也就是强调严守戒律 凭借着这一点 这些带着黄帽的僧人 很快成为后期藏传佛教的主角 教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 一生收了三个最重要的弟子 贾曹杰 克诸杰和根敦诸巴 其中克诸杰为弘扬格鲁派教法 经常背着衣钵徒步云游各地 向各寺院的僧侣讲经说法 并与不同教派辩论 他的渊博学识为格鲁派赢得了声誉 在皇教建立活佛转世系统之后 克诸杰被追认为第一式班禅 他后世的十位班禅大师 都用自己的努力和不断的学习进取 捍卫着大学者的这一称号 皇教室的帝国 我不认为 不是